臺灣民主主席 首先我要代表臺灣 歡迎我們的老朋友戴克拉克前總統閣下 第九度率長來訪 這次不僅要見證臺灣經過第三次政黨軟體後的民主發展 也要出席了我們的國慶典 我也很高興知道閣下還要出席臺灣民主基金會所舉辦的 鞏固民主研討會 向我們分享推動轉型正義深化民主工作的寶貴經驗 即使臺灣已經是成熟的民主社會 要面對歷史的陰暗面仍然相當不容易 還好南非曾經走過的路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發 戴克拉克前總統閣下當年不畏艱難得到的勇氣 尤其讓人敬佩 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多向閣下請你 我相信轉型正義是臺灣和南非共同的價值 同時民主和和平也是我們共同的價值 我要謝謝閣下長期支持臺灣 公開呼籲臺海爭端必須透過對話和平解決 不能違背民主和人權的樸實價值 臺灣會堅持價值和理念相近的國家來共同的努力 也盡到對國際社會的責任 我期待往後不論是南非政府 南非社會 以及閣下成立的戴克拉克基金會之間 我們都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機會 再次歡迎林基夫人來訪 也祝福訪問順利身體健康 也祝福臺灣和南非都能因為不同的族群文化的共存共榮 而持續能夠發光發熱 請您等下